Hello 大家好,今次就回到明雅方舟 並且也想說明雅方舟在採購中心裡有什麼要留意的 我們按進去吧 這個採購中心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買一些東西 什麼交易所、信用交易所、時裝、組合包這些 這些都是要課金,一大部分 起碼有三架或者兩架是要課金的 但其實有一個位置我想大家未必有留意到 即是在這個組合包裡面,然後拉後 你會見到最後有兩個強化包 一個免費,一個要付錢 我建議免費的當然要拿 但是付錢的,即是給玄石 給玄石的,大家行兩架是否值得買 我自己也會買,因為它也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自己不需要用這個合成玉 很少會用的,因為合成玉 都是抽東西的那些 我們買了 而且我都很少用玄石,所以我覺得也挺划算的 現在暫時我都會每次買 我記得它是50甚至20 那下次應該是25 看到它寫25解鎖購買 那相信應該下次就看到它是甚麼零件 好 那看看這個合成玉 那合成玉我真的沒有甚麼特別作用 然後呢,那些玄石最大用途 我自己也是用來換理智 換這個體力 那就視乎你想抽東西 還是你想要六星的重 還是要體力去拆關 我自己就會選後者去 這個媒體力去拆關 因為現在其實都很缺錢 你看我只剩8千元 藍色那一塊 這裡剩8千元,都非常之少 因為升一隻,只要升一隻到四十多隻 或者是精英化一隻 即是精英化未滿隻 計它滿了隻之後精英化一隻 都要用幾萬,三四萬 其實很快就用完 那這次的影片先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採購中心 買了禮包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再次一點,到這裡 那還會留意一下 不要再次給您 好,快追蹤 沒關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